请 闻人隽 开门 你来干什么 司成 骆秋迟就在里头 骆秋迟和闻人隽两个人 罔顾孝贵 行苟且之事 闻人叔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不可妄下结论啊 宣博士 他不敢开门便是心里有鬼 这已经是摆明的事实 这 来 你让开 骆秋迟 开门 我是司成 这 怎么办 他们都来了 我先出去 不行 会被发现的 这肯定是要解释的 不解释会更麻烦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一定要解释 不行 秋迟不行 迟早做 这 这怎么回来了 司成 骆秋迟 这闻人隽 怎么会在你的房间 你跟大家说清楚 就是啊 怎么还在他的房间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如实地说啊 是啊 我相信你们 说实话 快说呀 我们 我 我们 你们是谁啊 这不是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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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孩子都这么大了 欧阳博士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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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发现小湛的时候 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 但城郊帐篷的环境 实在太差 而且根本就没有人照顾他 所以我们就想着 先把他带回来 让他安顿一下 既然如此 为何不把实情告诉大家 因为朝廷已经下令 不准任何一个灾民进入都城 说他们身上不干净 小湛他只是生病了而已 他只需调养几日就好 谁都知道灾情之后 定有大批灾民 说不定 他会偷大家的东西 填饱自己的肚子 有什么办法吗 怎么办呢 说不定他身上的病 也是装的 你看看 不把大家都连累了 你就不罢休是不是 我说过了 他真的生病了 我问过大夫了 谁知道你说的 是不是实话 你 好 你们都别争了 我知道 你们这么做 都是因为好心 但是 司成是朝廷命怪 我总不能 是朝廷的法度而不顾吧 这钱就算是书院 给孩子看病的吧 可 可是司成 拿着 给 谢司成 但是 这个孩子 必须离开书院 记住 下午之前 让这孩子出去 来 司成 司成 走吧 欧阳博士 欧阳博士 求求您了 司成都已经发话了 主持人 你怎么也走吧 走吧 走吧 姐姐 没事的 小张还是走吧 秋迟 你说 这可怎么办啊 秋迟